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插一个对劲来 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annointing 因为今天刚好有一位高中同学 在群组上面问了这个annointing的问题 所以我们因为比较短 所以我们就先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放在视频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们那个源头就是因为 有另外一位同学提到了这个诗篇23篇 诗篇23篇很短我们念一遍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邪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异路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意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所以有同学问了这个高 这个annoint这个字的前后缘由 所以我们在这边稍微解释一下 annoint在中文里面翻成是高 那如果是在西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呢 就是meshek meshek呢在旧约的里面呢 总共出现了至少有72次之多 那这个意思呢就是指说 用一个油 用一个liquid 任何一种liquid都可以 然后去擦在一个物体 一个人的上面 你除了这个擦之外 smear之外呢 可以wrap 它很用力的擦 可以sprinkle on 好像撒在这个上面 或是apply an anguant oint oily liquid 所以不仅仅是任何的液体啊 就是比较油一点的东西 有这种油的成分在里面的 这种液体 或是这种油膏 比较粘稠的东西 然后呢去把它揉在一个物体 或是一个人的上面呢 或是就是 若是那个流体的话呢 就直接sprinkle on 在某一个人的 或是某一件东西的上面 那它的目的呢 就是要concentrate to consecrate or make sacred in a ceremony and to dedicate to the service of God 所以通常呢 在旧约里面都是讲说 抹了以后 anoint以后 把这个油 smear rub sprinkle apply以后 这个东西会被分别出来 分别出来以后呢 就让它变成一个 很神圣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会把这个东西 或这个人呢 就专门的献给上帝 然后给这个神来做使用 所以这是anoint的意思 那在诗篇23篇里面呢 就有同学在里面分享说 为什么今天一个牧羊的人 要去放油在那个羊的身上 我们也在这边总结一下 就第一个呢 它为什么这么做呢 这个牧羊人呢 是为了要保护这个羊群 要protect这个羊群 from what呢 各式各样的那种bugs 就对了 因为这个羊 它非常的容易被受到 尤其是一种那个苍蝇 那种flies的这种攻击 它这种苍蝇呢 会把这个它的 它的那个虫软 产在那个 这个羊的鼻子上面 然后呢 它会在那个鼻孔嘛 因为又湿 然后又暗嘛 所以那个很容易 让这个虫软在里面长大 它长大以后 变成那个小幼虫 那个lava的时候 它会顺着那个鼻孔呢 一直呢 会跑到那个羊的脑子里面去 然后它那个脑子就不舒服 就会痛嘛 所以它就会 那个羊就会 一直用它的头呢 去撞墙啊 去撞树啊 去撞石头啊 树丛啊 等等这些东西 那有的时候 真的是撞得很硬的时候呢 它也可能会死的 因为它就受不了 它那个脑子里面 有东西在那边爬来爬去 所以为了要预防这个事情呢 通常牧羊人 他们就会准备这种油 然后把这个油呢 就放在那个 放在这个 这个这个羊羊的鼻子上面 这样子的话呢 虫就没有办法在上面下软 它就不会欺负这个羊羊了 那除了这个鼻子 会被那个攻击之外呢 耳朵也会 眼睛也会 所以呢 那又是 有的时候不是这个 苍蝇有的时候是蚂蚁 有的时候是这个蚊子 都很讨厌 所以为了要保护这个羊 不要受到这一些 昏虫的干扰的话呢 所以它就把整个头 通通都给抹上油了 这是在诗篇二三篇 的里面呢 为什么这个Shepard 要给这个羊抹油的原因 我知道这很 这真的是很明显 因为我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老公跟我讲说 我们家后院 那个苦瓜结果了 你看那印度小苦瓜 它居然开始 就是开始长花 然后结果 我们非常兴奋 所以我就出去 照两张相片 然后在那边观赏 我真的 我前后在后院 没有待过超过两分钟 回来的时候 就被那蚊子盯着 全身都是把我羊死了 所以你想想看 那个羊若是被 那个苍蝇 被那个蚊子欺负的话呢 它一定是撞墙 撞得很痛苦啊 所以为了保护这个羊羊呢 这个牧羊人 就会把这个油 抹在他的头上 抹在鼻子上 眼睛上 等等这些地方 那另外一种 就是这个羊会打架 羊跟羊 尤其是那个发情的时候 那个公羊 为了要抢这个女朋友 抢老婆 为了表示他们 在族群里面的这种地位 这种authority 所以他们常常会打架 打架的时候 就拿那个头 那个脚去撞脚 它会butthead 所以呢 这个牧羊人 为了要防止他们互相 这个伤害彼此 所以他会把那个油 浇在他们的脚的上面 这样子的话 他们在打的时候 因为很滑嘛 他们就比较 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 所以这个 这个牧羊人替羊抹油 通常是一个 protection either是protection from the bugs 或者是protection 他们两个自己 在那边打架 好 那我们再看 那个圣经里面呢 跟我们讲 anointing上面 有哪一些 我们可以 可以总结一下的 第一个就是 它真的是有 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material 是一个实质的东西呢 会anoint 去高一个人 去油高一个人 就是用油 所以anoint with oil 所以它通常是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会发生呢 第一个就是一般的人 common practice 每天都可以用 比方说 在Deuteronomy 生命纪 28章40节 可以告诉我们说 它可以用油来抹身 那通常用油抹身的时候呢 他们是用 当地盛产的这种 橄榄油 然后会加上一些香料 它主要就是为了 近身之用 toilet purposes 那这个路德 三支三的 他那个时候 要出去约会了 所以他 婆婆跟他讲 你出去以前 你先去洗个澡 然后呢 去anoint 你自己 弄得香香的 再出去 所以有的时候 anoint 会跟洗澡 沐浴 是连在一起的 麦卡呢 那个弥加书 弥加书第六章十五节 在提到油抹身 然后这个诗篇 104篇 也在讲 那个油 可以擦在脸上 会润人面 所以这是一个 ordinary practice 那你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 当他们这个日常 可以用油来抹身 净身的这个时候呢 他突然会有 在某一个时间呢 他不要用 ubstain from 那个 anointing 什么时候呢 就是家里有 丧事的时候 morning的时候 那也就是 在morning的时候 不用 然后等到 又在开始用的时候 resume的时候呢 通常就表示说 那个morning 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们可以 在这个萨摩尔记下 可以看到 大卫呢 他在他的儿子 死掉以后 他这个小孩 就是他跟Bashiba 通奸以后 生下来的那个孩子 就那个孩子 那个上帝呢 把他带回去了 他死掉了以后呢 那当然在 中间生病的时候 大卫非常的伤心 所以那个时候 他都没有去 去洗澡啊 去annoy自己 所以等到 这个孩子死了 他这个morning 结束了 大卫呢 就去洗澡 然后这个抹膏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这种当时的 这种日常生活的习俗 那还有一种就是 不是抹自己 是抹别人 什么样的时候 抹别人呢 就是有客人来的时候 有客人到家里 做客的时候呢 为了要表示 对客人的尊敬 这个时候呢 可以用油来抹头 或是用香膏来抹脚 都是一种礼貌的上面 所以呢 在诗篇23章第五节 这个地方 那个是表示说 我们是神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客人 所以神呢 今天在我们的 敌人的面前 为我们摆设宴席 邀请我们 坐下来吃饭 所以我们是他的客人 所以呢 这个神尊敬我们 所以他用油 高了我的头 那当然这个里面 也是说是 像那个抹羊一样嘛 可以protection啊 等等这些事情啊 你都可以这样 类似的都可以写 都可以这样 繁衍出来 这样子的话呢 福贝会满意 那除了这个一般人呢 可以使用这个 annoyed之外呢 还有一种就是 正式场合 official的时候 那有三种人呢 会在正式场合的时候 被annoyed 一种呢 就是prophet 先知 所以我们可以在 立王 立王 立王纪上的时候 可以看到那个 Elijah 会去annoyed Elisha 所以Elisha呢 会去 去annoyed 他的弟子 Elisha 这样子的话呢 就接棒下去 一个先知 接一个先知 所以先知 可以为先知 来annoyed 那第二种 可以在正式场合 被annoyed 就是祭司 是priest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地方呢 priest 会被annoyed 像出埃及记 第40章的地方呢 这是第一次 first institution of the Levitical priesthood 第一次 立位人出来做 这个祭司 这整个过程 在第40章 讲得很清楚 我们就可以看到 替亚伦穿上了圣衣 然后呢 又高了这个亚伦 然后高了亚伦了 以后呢 这个亚伦就成圣 然后以后 就可以做祭司的职份 然后呢 要把他的儿子也叫来 也让他穿上这个内袍 然后呢 怎么样高亚伦的 也怎么样高他的儿子 这样子的话 亚伦的世世代代的子孙 都会受高 都会继续当祭司的 这个职责 然后到了这个 Numbers的 三之三的时候呢 就再重复一次 亚伦的儿子 就是受高的祭司 所以他永远都要 承接圣旨 供祭司职份之用 所以Prophet 是第一个 可以在公共场合 被Anoint 第二个就是 祭司Priest 那第三个呢 就是王 做King的人 可以在公共场合 被Anoint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萨姆尔呢 在萨姆尔记上呢 Anoint了第一个王 扫罗 然后他也Anoint了 第二个王大卫 那大卫呢 其实被Anoint三次 第一次是在 萨姆尔记上 十六章的地方 他这个时候 被Anoint呢 是在自己的家人的 面前被Anoint 到了萨姆尔记下 第二章 第四节的时候呢 第二次被Anoint 是他自己的族人 他的Juda 这一个知足的人呢 来Anoint 这个时候是在Hebrew 然后在 第一次Anoint 是在他老家 就是Bethlehem 然后呢 还有第三次的Anoint 也是萨姆尔 Anoint他 这个时候呢 就是在以色列的 全部的人的面前 所以大卫呢 一共被Anoint了 三次 他是王 那第三种呢 如果不是一般人的 日常使用 或是不是说在 正式场合上 Anoint的时候呢 他有一种 Pastoral的 这种Anoint 什么是Pastoral Anoint呢 就是这一种的 Anointing呢 可以用来治病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新约的里面 马可福音第六章 十三节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 耶稣派门徒 十二个 那个出去传教 让他们两个 两个做伴去传教 传教的时候呢 就是叫人悔改 赶鬼 然后还有呢 就是用油 去抹了许多的病人 然后来治好他们 所以用这个Pastor呢 然后拿这个油 来抹在人的身上呢 是Bible里面的 这个教导 在雅各书 第五章十四节的时候 也在讲 你们中间 如果有病的人的话 就可以请 这个教会的长老来 然后让这个长老来了以后呢 奉主的名 用油来抹他 为他祷告 这是我们Bible的Teaching 所以第三种 是Pastoral的 这种Anointing 第四种呢 是一种宗教上的仪式 Religious Rite 这个我们可以 从这个Genesis 创世纪的时候 就可以看出来 创世纪的时候呢 当Jacob 遇到耶和华神 在这个伯特利的时候 在Bethel的时候 他不是做了一个梦吗 就梦到那个天梯 所以那个地方叫做 Jacob's Leather 就在这个Bethwell 这个地方 他曾经在梦醒了以后呢 用油浇过了一个柱子 所以他曾经 Jacob在Bethwell呢 Anoint了一个Pillar 然后呢 在初埃及记 二十九章的时候呢 Anoint了一个Altar 这个是当时 耶和华的指示 说你每天 跟这个 跟他们 以色列人讲说 每天要献一只公牛 来做祭 然后呢 做了这个祭之后呢 那要结净这个坛 然后把这个坛给弄干净 就是你 因为要献祭嘛 要杀 都是血啊 然后又是烧 都是灰嘛 所以通做好以后呢 你要把这个坛弄干净 弄干净了以后呢 你要用这个香膏 来把这个坛 抹上一层油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坛就可以成圣 所以呢 可以用油来 Anoint 这个Altar 然后呢 到了30章25节的时候啊 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 特别去在圣殿里面 或是Tabernacle 或是Temple里面 去Anoint 跟这个 圣殿有关的器具 或是人的时候 所以就是亚伦 跟亚伦的子孙 还有这个Tabernacle里面 所有的家具 包括了什么 法柜啦 会墓啦 桌子啦 灯台啦 香台啦 这些祭坛啦 洗笛盆啦 这个盆座 还有上面所有 其他的 摆了一大堆的 那些器具 所有的东西呢 都必须要用油来 Anoint 然后这个Anoint呢 叫圣高油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特殊的配方 然后呢 这样子的话呢 他所有的东西呢 就可以成圣 所以这也是一种 religious right 然后到 以赛亚书 21章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们甚至于拿那个油 可以来抹盾牌 所以就是所有的 几乎是所有的东西 你只要抹了之后呢 就可以是一个 有一种成圣 一种concentrated 这种讲法 那在Exit 是30章 这个地方 交代得非常清楚 说这个圣高油的做法 就是拿差不多 12.5磅的 这个麦 就是墨药 墨药就是 很贵重的一种 其实这边的 所有的香料 都是很贵重的 麦也是一个 很贵重的香料 记不记得 耶稣出生的时候 从东方来的 那个博士 就带了这个麦 他带了那个 黄金 墨药跟乳香 那么frankincense 和麦都是 非常比较贵重的 这种香料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特别交代 耶和华神 特别交代 以色列人说 你们以后要做 这个圣高油 你们要放这个 12.5磅的麦 这是相当多的量 还有呢 要放6.25磅的 这个cinnamo 然后呢 放6.25磅的 fragrant cane 或者叫calamus 还有呢 放12.5磅的caccia 然后再加上 一个gallon的 这个olive oil 这个墨药 我们知道是mer 通常是在 人去世的时候 放在那个身 他们的那个 尸体的上面呢 就比较不会 有那个意味出来 所以墨药是一个 很香的一种香料 那这个cinnamo呢 cinnamo跟这个caccia 其实这两个东西 是相同的 就是一种树来的 都是属于那种 laurel树那种来的 那这个cinnamo 它只有在斯里兰卡 产的cinnamo 才是真正的cinnamo 你知道我以前 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的 我最近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最近 那个办公的地方 来了一个同事 他就是斯里兰卡人 他给了我几个 那个cinnamo bark 然后叫我回家 每天那个冲水喝 我已经喝了在 快快 我看已经快一年了 我觉得那个身体 就变得非常的舒服 可是我自己 想要去超级市场 买那个cinnamo 回来冲 那个cinnamo的棍子 回来冲的时候 就冲不出来那个味道 后来才知道 在念bibles 才知道说 我们一般在超级市场 买到的都不是 真正的cinnamo 我们买到的东西 都是caseia 所以它包起来说 是很完整的 如果是cinnamo 不太可能 因为cinnamo 它比较薄 它那个树皮很薄 所以一下子就碎掉了 所以我们在美国 比较难买到 真正的cinnamo 我们一般看到的cinnamo 都是这caseia 也是很香的东西 但是真的是有差 这个中文就 一个翻桂皮 一个翻香肉桂 那这个昌朴呢 就是 Fragrant cane Fragrant cane 很香的一种香料 然后这种 Calamus这个昌朴 长的地方呢 是在水的边边 有点像那个芦苇 然后也是发出来 很香的这个东西 如果这个Calamus 长得再高一点 再硬一点 那个枝干的地方 再大一点 它叫做 Giant cane的话呢 就可以拿来写字 他们当时那个 可以就是把它摘下来后 拿来做那个笔 然后来沾着 那个颜料来写字 然后呢 它的那个碎碎 如果是 如果是Giant cane的话呢 这个是可以拿来 就是做鸡毛胆子那样子 所以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 不是有人拿了一个 一个那个鸡毛胆子的东西 沾了醋 要去给耶稣吃吗 那个就是Giant cane Giant cane跟Fragrant cane 两个品种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居然能够连在一起 所以他把这个特殊的配方 就交给了当时的摩西 还有这个亚伦 就跟他们说 你们要按照这个配方 来做这个圣高油 然后这个圣高油 做好了以后呢 你可以抹在 就是刚刚那些圣殿里面的 什么ARC 然后那些什么金灯台 那个桌子 还有那些祭坛的上面 也可以抹在亚伦 他亚伦的子孙的身上 但是呢 他在出埃及记三十章 讲得很清楚 说这个高油 不可以倒在别的身上 这个高油是非常神圣的 甚至于呢 你不可以按照这个调和之法 来做出来一个相似的 这是他们这个 在旧约里面的交代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就是 这个anointing在Bible里面 可以是material的anointing 所以一般的人也可以anointing official也可以 official就是三种人 祭司 然后呢 再来就是君王 然后再来就是先知 然后呢 也可以用来做治病之用 pastoral的这种用法 还有religious right 也可以用来抹在家具的上面 这是实体的anointing 那还有一种呢 不是真正的拿油去anoint 这是用Holy Spirit来anoint 这种spiritual的anointing 那第一位被spiritual anoint呢 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那耶稣基督是这样子 他是在旧约的里面呢 很多的章节都在有一个应许 这个应许就是以后会出一个救赎者 一个deliverer 然后呢要让这个 以色列人呢 脱离这些大的灾难 然后以后呢 这个deliverer来的时候呢 他会有一个他的头衔 他的title叫做Messiah 这个Messiah这个字呢 是希伯来文 就是deliverer 就是anointed one 到了新约呢 是在这个希腊文的时候呢 就是Christ Christ 所以Messiah就是基督 Messiah和基督这两个字呢 都是一个title 他并不是耶稣的名字 耶稣的名字呢 是耶稣 然后基督呢 是他的title 所以耶稣基督不是说 信耶稣名基督 或是信基督名耶稣 不是这样子的 Christ 是他的title 也就是表示是 anointed one 是受高者的意思 那在这个 以赛亚书 在旧约六十一章 这个第一节的地方呢 就讲 就答应说 以后会出这么一个弥赛亚 这个弥赛亚的身上呢 会有耶和华的灵 然后呢 耶和华会用这个油膏呢 去高这个弥赛亚 然后这个弥赛亚以后呢 要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 然后呢 去医好伤心的人 然后让被掳的人 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然后呢 这个到了诗篇二 第二篇 第二章第二节的时候呢 会讲说 以后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 这个受高者来的时候啊 世上的君王和陈仔呢 会一起呢 来反对他啊 就是可以预表说 以后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呢 会受到很多的这个困难啊 然后到路加的时候 我们知道路加福音 耶稣已经来了 他开始传教了 他这个章节 第四章十八到十九呢 是他已经传回到 他自己的家乡了 那个Nazareth 那个地方 然后呢 那个地方 他就进了这个信道稿 去讲道 然后就跟大家讲说 你知道吗 那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 第一节里面 这所有经文 讲的那个我 其实就是我 就是我耶稣基督 也就是他就把他再念了一遍 所以他说 主的灵在我的身上 因为呢 他已经用高高了我 我就是自己在那边自称嘛 所以呢 叫我耶稣呢 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耶稣来报告 贝鲁的德 释放瞎眼的德 看见交纳受压制的德 自有报告神 悦纳人的喜年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当时的那些 犹太人听到 多么的火大 说你怎么可能这样讲 你在讲说 你就是那个 你就是六十一章第一节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 那个人 你难道是自认 你是弥赛亚吗 就当时想把他拖到山上去 然后给他从山上 给他丢下去 让他叠死 好那接着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 也可以看到约翰福音 第一章四十节到四十一节 他那个门徒 他遇到最早两个门徒 就是Andrew和Simon 第一个门徒就是Andrew 所以Andrew看到大家的时候 他非常高兴 他马上就找到了 自己的哥哥 跟那个Simon Simon是Peter 就跟Peter讲 赶快来啊 我已经遇到弥赛亚了 弥赛亚就是基督 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了 然后到了使徒行传 第九章二十二节 这个是扫罗 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 已经遇到了耶稣基督了 所以他以后 就变成基督的门徒 所以他到了 大马士革的时候 跟那边的犹太人 就在那边辩驳 就证明说 耶稣真的是基督 然后接着是在 这个使徒行传 第十章第三十八节 也讲得很清楚 这个Nazareth 这个耶稣 他的高是怎么样高法的呢 是用圣灵来高他的 好那除了耶稣 是被高的之外 弥赛亚是被高 是用这个圣灵被高的呢 还有呢 就是所有的Christian 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被高的 所有的基督徒呢 只要是在新约下面的基督徒 我们都相信 我们是被 因为耶稣的这个恩典 救给救我们的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每一个人呢 都已经被神恩高了 而且我们不但被神恩高 而且我们被神seal了 用那个Holy Spirit 把我们整个印住了 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 第一章二十一节 到二十二节的地方 讲得非常清楚 高我们的就是神 他在基督里面呢 兼顾了我们 而且不但高我们 他还用印印了我们 而且把这个圣灵 放在我们的心里 做一个凭据 然后呢 这个是约翰一书第二章 第二十七节 告诉我们说 这个恩高 这个神给我们的 annoyed 是真的啊 不是假的 是真的 OK 所以我们就全部 这个总结一下哈 真正的 就你可以看得到实体的 material的 annoyed 在这个圣经里面 可以是一般人 都可以被annoyed 也可能是 只有在正式场合的时候 只有三种人 先知 祭司和那个君王 可以被annoyed 那一般的时候呢 那个教会里的长老 跟这个牧师啊 有可以做这种 annoyting的 来替 来替这个会众呢 医病啊 有这种 pastoral的 这种annoyment 那也有religious的 这个right 可以annoyed 盾牌啦 annoyed 这些坛啦 这种pillar啦 这种东西啊 柱子都可以啊 所以这个是真正的 material上面的annoyed 那总结第二个就是 spiritual anoyed 是用holy spirit 来annoyed 就不是用油了 那就是 弥赛亚 我们的耶稣基督 是被holy spirit annoyed 再来就是你跟我 我们基督徒 也是被holy spirit annoyed 而且被打印了 OK 希望能够 稍微能够回答一下 同学的问题 谢谢大家 OK 那我们下次见了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